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妖,歡迎收看美影之狼第四章背叛影絕望 我好久沒有這樣說張傑跟張傑的名稱 因為我忘記我到底讀到哪一個部分了 那我們就繼續讀接下來的故事吧 太好了,紅外線感測器停止了 幹得不錯,學生 小綠,仙人君,你們可以動了 真的嗎?動的話,沒問題吧 那我把腳放下來了 啊!怎麼回事?我嚇唬你玩的 蛤? 喂等等,屁要幹他 小綠,好疼啊 好像你過頭了 雪城! 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刷我 咦?我只是覺得好玩才這麼做的沒有惡意 少平嘴了!對不起! 唉,那個笨蛋 沒想到,雪城君也有孩子氣了一面 是 平時他總是被幽斗和倫太郎損 所以他偶偶忍不住也會還擊 看上去是在鬧情緒呢,可以理解 雖然在我們眼裡有點討人厭就對了 各位,謝謝你們救了我 差點就出事了 想道謝的話去找雪城君說吧 多困了雪城君,才能把紅外線感測器關掉 嗯,我知道了,但是大家都幫忙了 我必須道謝 欸!做事的人只有我一個人好嗎? 好的那綠,不要換這隻 啊! 你不好好道謝的話,我絕對不原諒你 剛才不是說了對不起嗎? 我沒聽見 你,你不是聽到了嗎? 喂,你們四可兒子吧 我沒有時間陪小孩吵架 蛤?你說誰是小孩子? 好了好了,小綠 不能老實攻擊別人啊 乖,乖,聽話 為羅回奈,反開我 不行 小綠,你再不聽話的話 我就告訴千草哥 讓他從明天開始不給你做點心吃喔 欸,憑什麼啊? 因為小綠做了壞事要反省 真是懲罰 謝 我,我知道了,不聽話還不行嗎 雖然坦率地聽話了 原來為了吃甜點,什麼都肯做 謝謝你,甜點不得救了 抱歉了,我家小綠剛才給各位添麻煩了 哼 說起來,這也是你的錯吧,雪橙 對,對不起 還請大家諒解 暫時回到工作中吧 紅外線解除了 我們該去對面的房間了 也許現住就在裡面 是啊 那麼我打開門囉 嗯,要小心點 是,是的 開囉 這裡是 一個大廳 這個大廳,好寬敞啊 沒看到現住的影子呢 喔 大起精神來,憲人 現住肯定在別的房間裡 謝謝你,雪橙 你放心吧,我沒事的喔 雖然主要目的是尋找現住 但我們先好好調查一下這個房間吧 也許能找到一些有關於現住的線索 是啊 喂,你們看一下那裡 啊 那是一道門 這裡也有門 難道對面還有房間 嗯,這邊好像沒有剛才的紅外線陷阱 那麼,要打開看看嗎 或許現住就在最裡面 是啊,可能現隱不是零啊 現人,你想看嗎 嗯,我想看 好,我去開門 嗯 記得小心啊 就在那時 欸,門居然開了 哇,嚇了我一跳 為什麼雪橙君會在這裡啊 輪太郎 啊,大家都在 出來的人怎麼是美孝和輪太郎啊 我們只是穿過通道 看到這裡有個門 就打開門進入這個房間而已 欸,原來如此 我們走過的通道 和輪太郎他們走過的通道 都是和這個房間連在一起的 居然是這樣 真是意外的再會呢 是啊 啊 嗯,怎麼了 小羅會難 只有你們兩個人 就意味著 你們也沒找到現住 啊,沒有找到 沒有其他線索嗎 是啊,這一路上 什麼都沒看到呢 雪橙君你們呢 我們也沒有線索 也是剛來到這個房間 這樣啊 也就是說 美保他們走的那條路 才是最可疑的 那我們不能在這裡摩著 趕快去追啊 不,等一下 啊 你這是幹什麼 不要因為急於求成就冒來行動 這樣太危險了 如果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美保他們走的那條路 就是現住所在的地點 那看守限檢數量 肯定和我們的通道相比更加嚴重 你突然跑過去一定會遇到危險 可,可是 如果是美保他們 找到了現住 可怎麼辦啊 幸運的是 走那條路的人 是幼兒美保 根據我的分析 他們兩個都頭腦派 不是能輕易放倒看守的人 現在恐怕是在嚴加警備下 謹慎前進吧 這麼說我覺得挺有可能的 美保小姐他們完全選人失誤呢 也就是說 你們不必太著急 可以先制定作戰再行動 啊 那我們也沒多少時間了 不能光站在這裡閒聊 那麼 接下來怎麼辦呢 對了 大家一起調查這個房間怎麼樣 欸 這個房間裡放了很多資料 也許有些資料 能幫助到現住 原來如此 說的有道理 我們先調查一下吧 這把刀看上去很結實 是真傢伙嘛 要不稍微碰一下看看 呃還是算了吧 受傷的話就麻煩了 這附近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是啊 嗯 光你好愛是啊 快走開 我拒絕 蛤 我可是在認真的探索欸 別打擾我 哼 我也在認真思考 而且和你不同 我是頭腦派 說得好像我沒腦子似的 真討厭 喔 你居然能猜出我化妝的含義 切 好吧好吧 就如你所願 我保證無視你 繼續探索 好痛 為什麼撞上來了 欸 我似乎聽到了什麼聲音 是不是心理作用 感覺是那種性格惡劣的魂球 在和我搭化 那還是無事吧 這傢伙 這地方也是有陷阱的吧 確實 還是謹慎的進行調查比較好 天花板上有一盞燈 現在沒有調查的必要 憲人君他沒事吧 欸 重要的哥哥失蹤了 還被我們帶到這種地方來 的確 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是輪胎狼被拐走了 我肯定會非常非常擔心 無法保持正常的心態 呃 我明白 雖然現人沒有展現出來 但他心裡應該是很擔心現住的 呃 一個沒有接通電源的顯示器 好大的顯示器 用他來玩遊戲的話 一定會很過癮的 要不偷走吧 怎麼偷 桌子擺著鍵盤和滑鼠 呃 好像沒什麼奇怪的 擺著一個帶手的盒子 仔細一看 裡面好像有什麼裝置 雖然很想調查 但是現在沒有鑰匙 而且鎖看起來很結實 應該是摔不破的 等找到鑰匙了 再來調查吧 墻上裝飾著畫 這幅畫好漂亮啊 啊 學成君 你來了正好 呃 怎麼了美小小姐 一直去看這幅畫 欸 固定這幅畫的螺絲 有一個脫落了 嗯 的確呢 而且 在這幅畫的背後 好像有什麼東西 原來如此 我也好在意裡面有什麼 試著找一下可以取下螺絲的工具吧 怎麼樣憲人君 有感受到現住君的氣息嗎 氣息 啊 嘴兄弟 你們應該有心靈感應吧 身處同一環境 有覺得害怕嗎 我在姐姐陷入危機的時候 會一起感到害怕呢 心靈感應 好了輪太郎 別問這些太奇怪的問題了 顯然會很困擾的 這麼一說 我想起來了 現住高興的時候 我的確能感受到 雖然現住 絕對不會展現開心的一面 但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欸 真的是這樣嗎 看吧 果然兄弟之間 有著心靈感應吧 嗯 兄弟間的心靈感應 是科學嗎 不是我要點那個 我要點那個 這個 這個 為什麼點不起來 對 對了 問問他有沒有可以取下螺絲的工具吧 羅威奶 怎麼了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可以取下螺絲的工具呢 取下螺絲的工具 你指的是螺絲刀嗎 我的確有螺絲刀喔 真的嗎 真的 我有個作為護身符 隨身攜帶的氣槍 我特別特別喜歡它 一有空就想改造和修理氣槍 因此我的口袋裡 總會裝著螺絲刀一類的東西 這樣啊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螺絲刀嗎 當然可以啦 謝謝你羅威奶 但是 我可不能白借給你啊 欸 你想要螺絲刀 是要付出代價的 代價 畢竟我們是同行 這樣的交易很常見吧 交易 可是 你們現在不是在協助我們嗎 那個和這個是兩碼式喔 我知道了 要付使用費嗎 我可不要你的錢 那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的是 你的露體 啊不是 你下次和我們一起玩生存遊戲 欸 生存遊戲 是的 原本是我們團內四個人一起去玩的 但是二對二的比賽 總覺得有點無聊呢 因此 我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叫上假面之狼的各位一起 玩兩方怪盜團大混戰吧 呃 那個 玩生存遊戲 超級開心喔 不管是射擊 還是被射擊 都令人心跳不已 還需要自定戰略 體驗擊潰對方的快感 雪城 你們玩了一定會上癮的 呃 怎麼辦啊 都會難說到生存遊戲就停不下來了 我只是想借個螺絲刀 何必這麼麻煩呢 怎麼了雪城 你不要螺絲刀了 這個 小羅回來看上去明明那麼溫柔 沒想到也是個狡猾的頭腦派呢 不過只是出去玩而已 應該沒什麼問題 想個辦法 瞞過光他們 帶他們到紫禁的位置就行了吧 嗯 我知道了 期待下次與你在生存遊戲戰場見面 好 交易成立 給 這個螺絲刀 借你用 謝謝 很好 這樣就可以把畫上的螺絲取下來了 龍太郎 下次要和我們一起玩生存遊戲喔 欸 生存遊戲 好欸 看來你很喜歡呢 那就帶著小美小狼來我們隊吧 我們隊的戰鬥力肯定會大幅提升 啊 被這麼期待好害羞啊 我可沒有你說的那麼厲害喔 不不不 玩這遊戲中 我見的人多了 因此再見到你後 直覺告訴我 你玩這遊戲肯定厲害 畢竟倫太郎你散發著危險的味道呢 嘿嘿 小柔黑奈 意外的敏銳呢 啊 氣質明顯改變了 啊 那個 我說了什麼奇怪的話嗎 其實我啊 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 不會吧 難道是殺手之類的 這個反應 難道倫太郎真的是危險的傢伙 哈哈 我騙你的 真想開個玩笑而已 嚇死我了 也太逼真了吧 抱歉嚇到你了 小柔黑奈 綠 你是高中生 對吧 欸 怎麼突然問這個 你和倫太郎還有雪城 是同齡人嗎 是啊 怎麼了嗎 嗯 你這是什麼眼神啊 對不起 問了你奇怪的事情 經過仔細觀察後 我發現綠的確不是小孩子 從說話聲音就能判斷 你一定是個辛苦的人了 要照顧很多人對吧 什麼叫做辛苦的人啊 抱歉 我不是在嘲笑你 你別介意 我喜歡你這種 不把自己的辛苦 表露在外的好人 喵 喜歡 怎麼這麼突然 這人真是個奇怪的傢伙 他在告白嗎 應該不是 自言自語中 光似乎在思考 我也要趕快調查 用螺絲刀把這句話取下來 固定化的螺絲掉了一個 你拿螺絲刀嗎 謝謝 不過我找了好久都沒找到 你這個是從哪裡來的啊 我和羅輝奈做了交易 他是借給我了 交易 呃 我答應羅輝奈 下次叫上光他們一起和他玩生存遊戲 之後他就把螺絲刀借給我了 生存遊戲 雖然沒有玩過 但是聽上去 好像也有趣呢 我和輪胎狼也想參加 可以嗎 欸 美小小姐也要來嗎 不行嗎 不不不 不如說我非常歡迎你來 這樣啊 那等結束了 我去和輪胎狼說這件事 怎麼說呢 開始期待之後的生存遊戲了 好了 雪成君 我們快點用螺絲刀 取下螺絲吧 噢 這就取 很好 這下螺絲都擰下來了 啊 果然 畫的背後有一個空間 這個東西 是保險櫃吧 居然有保險櫃 啊 光來了 辛苦兩位了 謝謝你們幫忙找到這個東西 這個藏在畫後面的保險櫃 非常可疑呢 光其實還意外的蠻有禮貌的 雖然他有時候講話真的蠻 蠻小孩子氣的 是啊 嗯 看起來像是被電子所扣製的高科技保險櫃 對 要用六位數字密碼解開 可我們找到現在 也沒看到密碼的影子啊 哈 根本不用找 我來解讀就好 對呀 有光劇的駭客技術在 應該不省問題 總之 先試試看能不能強行破解密碼吧 不愧時光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但是現在狀態是不行的 欸 為什麼 我沒找到鎖上和我電腦相連的位置 應該藏在保險櫃的上面 我明白了 我們需要把保險櫃從牆上拿下來對吧 啊 太重了 完全拿不下來 這很正常 如果能那麼簡單拿出來的話 不就便宜的小偷嗎 為了防止被盜 很多保險櫃都做得特別重 呃 這麼重的東西 到底要怎麼拿出來呢 欸 我想調查那個 他終於走掉 這裡有個被用插座 看上去沒什麼特別 就只是一個插座 嗯 怎麼拉都拉不動 是啊 保險櫃這麼沉 又塞得這麼牢固 就算是輪胎狼也取不下來吧 是啊 這麼重的東西 身為大力士的輪胎狼 也束手無策吧 這把刀看上去很結實 卻成軍 你找到取出保險櫃的方法嗎 不 還沒有 這樣啊 嗯 你在看刀嗎 是的 有點在意 刀的話 對了 如果使用槓桿原理的話 應該可以用這把刀 撬中沉重的保險櫃吧 欸 槓桿原理 就是小學時 物理課上道的知識 利用槓桿原理 可以輕鬆移動重的東西 喔 這麼一說 我也想起來了 的確有這個方法 我經常要給寺廟的孩子們 輔導功課 正好之前大家學到了槓桿原理 我們也來活學活用吧 這樣 美小小姐 會輔導我學習嗎 她一定會溫柔教導我吧 沒有 應該是斯巴達教育 雪成軍 先試試看槓桿原理吧 正好保險櫃和牆之間有縫隙 只要把刀抄在縫隙裡 使出足夠的力量 就能把保險櫃拿下來了 嗯 試試看吧 好 試用剛才的刀吧 原來如此 用槓桿原理啊 這的確是個取下保險櫃的好辦法 對吧對吧 這是美小小姐想到的好辦法喔 喔 那你怎麼沒有提前先想到呢 笨蛋 現在可不是為了這種小事高興的時候 快一點吧 學成 我知道了 對不起美小小姐 光她不擅長表揚人 嘿嘿 我知道我知道 她不是一個坦率的人呢 喂 我都聽到了 趕快動手 別囉嗦 是的 所以為什麼你只是看著不來幫忙呢 怎麼了 對我有意見嗎 沒有啊 嗯 首先把這把刀插入縫隙裡 好 插進去了 然後 接下來用手邊的刀 把部分的保險櫃撬出來 太好了 有動靜 但是 不行 即使使出全力 保險櫃也沒運動多少 看來這個保險櫃相當重啊 嗯 為了更方便取出 需要延長刀的長度 欸 光真的不幫忙欸 兩個人處理應該可以吧 刀的長度 對喔 槓桿原理就是 支點和力點越遠 消耗的力量越少 但是 那有什麼辦法 延長刀的長度呢 喂 美小 把你手裡的木刀借給我 光君 用這把木刀嗎 呃 那個 嗯 怎麼了 不 沒怎麼 其實這把木刀是我重要的東西 我不想刀因為這種事被弄壞 不會弄壞的 大概吧 光 光君 你這麼說我就更不放心了 怎麼了 姐姐 和光君吵架了嗎 倫太郎 總覺得姐姐好像很為難 光君 你在欺負姐姐嗎 蛤 喂 你不要誤會 哇 倫太郎的臉聲最近變得好恐怖 倫太郎 這是誤解 他們沒有欺負我 真的嗎 嗯 是的 只是 光君想讓我使用我最重要的木刀 目的是取下牆上的保險櫃 我們本來是要用槓桿原理的 但是保險櫃太重了 現在要延長刀的長度 是這樣啊 學神君 我可以代替你試試看嗎 欸 倫太郎 你要敲保險櫃嗎 不行吧 我使出全力也紋私不動 沒事沒事 交給我吧 嗯 拿著這個對吧 就算是倫太郎 應該也不行吧 一 二 三 好 拿出來了 欸 騙人了吧 居然這麼簡單的取下來了 好厲害 不愧是倫太郎 謝謝誇獎 姐姐 你的身體明明那麼瘦弱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力量 嘿嘿 誰叫我天生神力呢 要比力氣的話 我不會輸給光君和雪橙君的 這股煞進了 太強了 說是傻盡喔 有點過分吧 雪橙君 對不起 我沒有罵你的意思 這有什麼可吵的 而且現在應該先調查保險櫃吧 呃 是的 小美校 我想問你 你背上的木刀 不是玩具 是真傢伙對吧 是啊 要不要拿拿看 欸 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 給 哇好重啊 小美校 你居然能若無其事的揮動這個 你這麼有力氣嗎 我沒有你想的那麼有力氣啦 嘿嘿 稍等一下 欸 小柔會難 你在摸哪裡啊 喔 這麼細的手臂 怎麼會這麼有力量呢 喔 原來如此 是依靠腰腿的力量 啊 等等 好癢啊 快快住手 真好啊 我也想變得像小美校這麼豐滿 多吃一點膠原蛋白就可以囉 你這麼瘦肉 為什麼還力大無比呢 欸 我看起來很瘦嘛 我能理解像鵬野這麼高大的人 是比較有力氣的 然而你的身高並不出眾 肌肉也不是很多 為什麼力氣這麼大呢 呃 是因為每天都在鍛鍊的原因吧 啊 對了 光君要不要和我一起鍛鍊呢 和你一起 我有種不想綠感 說我拒絕 唉 好遺憾啊 我還想給光君之地特別訓練計劃呢 特別訓練計劃 嗯 腹肌鍛鍊 噢 一千次 腹肌鍛鍊一千次 腹握成一千次之類的 還有跑步十千米 互相扶持著樓梯始祖 這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內容啊 而且 互相扶持著上樓梯是什麼鬼 就是一個人背著另一個人上下樓梯 這是鍛鍊腰腿的最佳訓練 怎麼樣 聽到這些 你有乾淨了嗎 我只聽到我的軟骨快沒了 哼 我只覺得乾淨流失了 哇 怎麼這樣 保險櫃從牆上掉下來了 嗯 接下來 為了方便光解讀密碼 要找到和電腦連接的端口 啊 光 這裡好像是端口的位置 嗯 取下螺絲就能用了 那就有羅昏奈剛才借我的螺絲刀吧 羅斯掉下來了 啊 裡面果真有端口 剩下的就交給我吧 嗯 連接這個 哇 光局打字好快啊 真的能解讀密碼嗎 放心吧 光只要拿到電腦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交給他肯定沒問題 嗯 原來如此 這個安全系統相當麻煩了 但是 我看氣氛好像有點奇怪 呃 那個 喂 你們 從剛才開始就很吵啊 我會分散注意力的 都給我安靜 好好好 嗯 這就是極限了嘛 光已經結束了嗎 怎麼樣 密碼破解成功了嗎 不行 欸 為什麼 這個保險櫃的安全系統相當嚴格 一直破解下去 估計都要天黑了 怎麼會這樣 破解不了了 是不是意味著 我們打不開保險櫃了 好 好不容易才取下來的 放心吧 我可沒有說 打不開保險櫃 啊 總之 我已經解除了 保險櫃的警報等級 而且幸運的是 這個保險櫃是電子控制的 只要想辦法 讓控制版面短路 那麼沒有密碼也能打開 短路啊 呃 雖然我知道的並不多 不過看光軍的意思 是讓我們破壞保險櫃的控制面板吧 沒錯 原來如此 讓控制面板短路的方法 讓我仔細思考一下 這裡有照明用的燈 對了 短路的話 使用強電流就夠了吧 好 我要趕快拿下這個電線 但是這個位置太高了 我正在桌子上恐怕也不行 喂 雪城 你在幹什麼呢 啊 是綠來了 你想取天花板上的電線嗎 是 是的 但是我的身高不太夠 這樣啊 那我有個好主意 欸 好主意 那個綠到底是 喂 雪城 為什麼是我趴在桌子上啊 好 雪城 現在我要踩在你的背上了 然後上去拿電線 你千萬不要動 明白嗎 好 好的 1 2 喂 別動 我 我知道了 大家都在看著 好害羞啊 是這根對吧 拉著這裡就能 撕下來了 看雪城 電線到手啦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 綠 不用謝 畢竟你讓我體驗呢 站在高速的快感 難道綠 你是抖S嗎 哈 說什麼 呃我什麼都沒說 總之 這個電線我就拿去用了 謝謝 啊去吧 很好 拿到電線了 快去破壞保險櫃的電子鎖吧 剛才你讓綠踩在你背上呢 你 你看到了嗎 然後我突然想到 雪城 難道你是 不是的 我沒有那種性癖啊 性癖 那是什麼 我只是想說 雪城和綠的關係很好而已 欸 因為踩在別人背上這種事 不管是被踩的人 還是踩的人 如果彼此沒有信任感 一定會覺得很可怕吧 這個 畢竟我們也不是第一次和綠他們合作了 所以 這樣啊 雖然是對手 但我覺得大家都和一個對的夥伴一樣親密 呃 你真的這麼想 是啊 對了 雪城 我想問一句 雪城 你不是抖M 對吧 欸 這麼拼命否定的樣子 你果然是 我說了 我沒有這種性癖啊 欸 仙人不錯喔 相信覺得仙人就是喜歡哥哥很愛哥哥哥哥哥有危險 我一定要救他 我除了哥哥我沒辦法去思考別的事情 但是在橫兵街跟探索的環節的對話的時候 我發現他其實也不是讓我覺得很心煩的一個角色 怎麼樣心煩就是說 除了哥哥好像沒辦法去看別的事物的感覺 所以這是哇沙比新增的角色 立功縣人 我還蠻喜歡的 一個便有插座 把這個電線插在這裡就能 然後再把另一條電線 接在電子鎖上 呃 是這樣嗎 哇 啊 打開了 雪城軍好厲害 定用電線讓電子鎖短路 真是個好主意 謝謝二維的誇獎 很好 保險櫃成功打開了 讓我看看這裡面究竟裝著什麼 不為人知的東西吧 好 調查一下吧 好像都是檔欸 呃 而且上面都標注著鏡子洩漏 呃 這些檔好複雜 完全看不懂 是啊 嗯 這個是 被紅筆多次定證的檔 活有土地出色裁決檔 這份檔和現柱留下的線索是同一類型的 嗯 而且 這張指示 建築物的設計圖 看上去是大規模的建築那樣 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啊 大家看這個 嗯 姐姐 你怎麼了 看 我找到了這個 鑰匙 這到底是哪裡的鑰匙呢 保險櫃裡藏著一把鑰匙 事情一定有稀巧 說不定能要這把鑰匙找到更多線索 嗯 我也是這麼想的 先把這些檔帶在身上 之後再看吧 現在要優先找到能用上這把鑰匙的地方 在這裡啊 就在旁邊啊 啊 這個盒子上鎖了 難道這個鑰匙是 雪橙 現人來了 雪橙也在意那個盒子嗎 嗯 這是盒子嗎 是的 這個盒子上鎖了 要是能找到鑰匙就好了 其實呢 我們或許能用這個鑰匙打開 欸 這是從哪裡找到的 是從牆上的保險櫃中找到的 總之先用這把鑰匙 能不能打開看看 嗯 打開了 果然 放在保險櫃裡的鑰匙 是用來開這個盒子的 調查一下盒子這種東西吧 嗯 這個 好像是什麼機器 應該是電腦主機 原來如此 是電腦 那就把大家叫過來調查吧 畢竟是從保險櫃裡找到的鑰匙 想必裡面肯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的確很可疑呢 欸 螢幕上好像出現了影像耶 看上去 是監控攝像筒的影像 畫面上的地方 好像是一個監獄耶 好可怕 啊 那 那個人是 怎麼了現在 那個人 是現柱啊 欸 天啊 在哪裡 接著 我們順著現人指的方向 看到了被綁起來的現柱 現柱他 果然被別人抓住了 好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終於離現柱的線手更進一步囉 開始期待後面的劇情 那我們下一張再見囉 掰掰